于是这三天 只一十秒钟 不停地对峙 港新刘德华当品牌大使 不只拍片 还现身华为秋季发表会的舞台 这场发表会选在9月25号 就这么刚好 是华为公主孟晚舟获释 回到中国大陆的两周年 这就是新一代的 华为MatePad Pro 非常轻薄 是全世界最轻最薄的大平板 不只13.2寸新平板 还有新车发表 在华为官方社群线上直播 观看人次冲破9700万人次 但是话题度最高的新手机Mate60 Pro 只提到正在加班生产 其余只字未提 It is, the company however saying virtually nothing about its new Mate60 smartphone line which appears to offer superfast 5G connectivity You'll remember that the U.S. slapped sanctions against the firm intended to keep that kind of highly advanced technology out of Chinese hand 华为粉丝自认是科技突破 不过同时在北京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北京还是盼着松动乌盟 别跟进美国的科技限制 同时希望欧方取消 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 科技制裁对中国大陆确实有伤 华为先机实际有多少技术还未揭秘 推出Mate60 Pro目前也只在中国大陆境内贩售 TVBS新闻夜郡黄 陈永文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